一对山东夫妇在南非经商了20年之后返回台湾 正愁着该怎么打发时间时 想起了爷爷的山东面食 总是让亲朋好友赞不绝口 于是呢就跟太太开起了较为罕见的山东面食店 因为讲求色香味 所以呢这面食都是现点 再用单锅单碗现炒现煮 这些私房面点包括了干烧牛肉面 还有着重浓郁汤头的呛锅面 以及呢放进大把大把香菜的牛肉面 为了坚持原汁原味 夫妇俩呢从这个腊油到粉蒸肉的粉料 全都是自己制作 七年来山东味的牛肉面已经获奖无数 还被封为是台版的密切林美食 你好 有位置吗 好 里面有一个两人桌十桌 藏身在宁宅里的北方面食馆 虽然不是老字号却是道地家传三代的山东味 到了用餐时刻不管是干烧牛肉面 还是经典的抢锅面或是圆锡牛肉面 总是飘散出阵阵又流面香 难怪陶客们一个接着一个报道 你好 起位 直接帮您点还是 抢锅了 好 谢谢 亲切的蒋老板负责柜台工作 因为卖的面食都是自家在吃的 市面上较为罕见 所以他把各种面款拍成银片 好解释给顾客了解 至于煮面做料的重责大任就交给太太 我现在是要做红烧 红烧牛肉面 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做 没有去买现成的 所以这是很耗人力的 对 每天我都是做这一锅这样子 开业七年来 蒋家光是牛肉面 就已经获得台北市牛肉面节好几次殊荣 其中一次还赢得米其林评鉴最高等级 让才从南非归国的福奇党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 真的是没有想到 真的是没有想到 因为这些都是家里面的吃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想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倒在家里面的口味去做 那这些就是这样做 是 对 把这香气爆出来后再来烧肉 然后会把这道菜烧的 应该味道会比较好一点 煮的时间差不多要三个多小时 然后要试肉的软度 然后再让它浸泡一下 让味道进去 进到肉里面去 老板娘特别将制作红烧牛肉的密集大公开 正值食安又出包当下 她说做吃的别无他法 原料掌控在自己手里最重要 因此她自己炼腊油 调豆拌酱 酱油也用两款 一个提味 一个上色 精炖系组也才创造出台版米其林牛肉面 原本没有要做这一道 对 我本来没有在做 因为我就是想说把家里面吃的东西 外面比较少见的 应该比较没有人在做的 口味把它做出来 结果我发现好像大家都 也很爱吃红烧牛肉面 然后我们去外面吃 我们觉得 我们家的应该还算是 蛮道地的 最近这道是被逼出来 被逼出来 就因为老陶喜欢 所以光是牛肉面 就变出六 七种口味 红烧 清炖基本款外 还有干式口味 像是极为少见 却又十足够味的 圆衰牛肉面 它还真是算是我们家的一个 一个特色 我们家的 因为外面吃到现在 好像没有人卖圆衰牛肉面 其实它的过程也很简单 主要就是要新鲜的西洋菜 还有新鲜的牛肉 一些菇类的东西 现炒浇在面上面 然后像我们过生日的时候 就一定会吃一碗卤汁面 或者再来一碗 盐衰牛肉面 我们从小吃到大 都吃不腻 只是这道盐衰牛肉面 算是季节限定 在香菜价格稳定时 饕客才有口福 在店里许多面款都是客人点餐时 才单锅单碗现炒现煮 最经典的就是 特别着重汤头的抢锅面 它的抢锅的意思就是 你泡炒了食材以后 用高汤 我们就会高汤以后去炝锅 这个叫做炝锅面 那所有的食材都可以 那我们就以现在的食材来讲 比较讲究健康 像番茄 然后蛋饰食品那样的 然后肉我们就改用瘦的骨鸡肉片 就不再用什么有花肉比较肥 抢锅面一上桌 清甜够味的汤头 往往伴随着肉香和蛋香 会让人越喝越爽脆 因此蒋家面可以这么形容 烹调是爷爷的绝活 而汤头是面的灵魂 店里每天炖着两大锅 牛骨和猪骨高汤 还会加入蔬果去熬 用真材食料煮出黄金美味 汤头看似清爽 实际上却有着浓郁口感 像我爸爸每次一来 有时也会来店里 每次来到现在这么大 还是要叮啊 你要好好做 你不要现在外面什么 你不要怎么样 都会这样 到现在还是叮啊 知道 不能偷工减料啊 五十八岁的蒋老板 其实是位贸易商 三十岁就带着太太和两个小孩 到南非经商 一待就是二十年 长到生意正常的 你死我活 也入境随俗 习惯永强自保 就在七年前 两个儿子大了 加上撕灭家乡 就和太太回到久违的台湾 回到台湾了 回到台湾了 回到台湾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 五十出团 五十一岁了 回台湾 那要做什么呢 那个也没有太多的资金了嘛 那你去上班 再去找老同事 又为难他们 那就想说好吧 就继续把家里的这些家传的面拿出来 于是记忆中从小山东爷爷 经常煮的家乡面食 成了他落叶归根后 和老朋友的见面礼 使得卤菜又重出江湖 他剩余使用蒜 葱 清汤和奶汤 以及面酱的调理 技法自强调爆汗流 原本只是要开个小摊子 打发时间就好 没想到顾客反应特别好 因此才又移到住家里 煮起这个北方味 里面有基本的花椒 冰箱 豆蔻 有肉桂 大概有七八种的香料 也就因为在南非生活时 台湾食材难以取得 因此和太太学会 所有原料都自己做 像是粉蒸肥肠要用到的粉料 要磨到很细了 对 细一点是比较好 不会有那个渣渣 尤其炒果 炒果它会有那个纤维很粗 有人吃到还以为是头发 曾经发生过 其实现在有现成的吗 现成的很多 我们也试过 有试过用过 但是比较不是我们的味道 能做的自己尽量做 所以食安风暴少不到你的味道吗 这肌力比较小 这道粉蒸肥肠可以说是 蒋老板和太太的合力之作 肠子要仔细挑过去除油花 还要腌过再下锅爆炒 最后拌入老板自制粉料 小小竹笼里集合了功夫料理之大全 那肥肠肥肠可能有些人想说肥肠嘛 肥啊 所以说会有点怕 但事实上我们的肥肠都是 把油都拿掉了啦 那主要我喜欢吃里面的地瓜 铺在底下的地瓜 你经过这些料去蒸了以后 配上那个肉或者肥肠 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棒 夫妻俩曾经以为 贸易是两人最后事业 躲过子弹惊魂的南非 会是事业最终正常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爷爷的家乡味让他东山再起 原来月还是故乡源